新北市的永平高中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阅读活动 邀请到了自然观察作家刘克湘来到校园里面 和学生们一起来分享17岁的撞游台湾 永平高中高一高二的学生 认真的听着自然观察作家刘克湘的分享 关于17岁的小撞游还有延伸的大撞游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有机会和作家面对面 也激发学生对于未来的想象 我把那个17岁的撞游里面分成了两个类型 一个类型是一天他所遇到的一些撞击 另外一个是大的撞游是还是介绍100年前 到底有哪些人他们17岁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以及现在的17岁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 我会从小撞游带到大撞游 小撞游跟他们很接近 大撞游是希望他们能够效仿每一个年代 同样的17岁的年轻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用小撞游跟大撞游给他们不同面向的启发 学生认真地听着刘克香分享的小故事 越听越着迷 原来故事内容就贴近自己的校园生活 所以听起来特别有感觉 而下午学生代表也将前往屋来 将故事也分享给原住民小朋友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发展一个撞游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会结合我们的阅读分享 跟乌来中小学的孩子进行一个大手牵小手这样的阅读活动 那今天算是请刘克香老师来对我们做一个撞游的导读 那同时这些我们的孩子去乌来中小学 带着这些小朋友也去看见一些台湾的美丽 永平高中十分重视阅读教育 除了图书馆馆藏相当丰富以外 也希望利用各式各样的活动 将阅读的体验带到学生的真实生活里 中家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导